另外在双11购物节前夕 有民众在中国的电商平台 淘宝下单商品之后 却收到官方物流简讯 表示因为海象不佳 导致货品丢损 预计一到三天会完成赔偿 让民众感到错愕又傻眼 对此淘宝也发出了声明表示 会发生货柜落海的意外 是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对于受到影响的顾客 都会协助处理退款 双11购物节就快到了 不少民众趁优惠疯狂下订单 不过有民众在中国电商平台 淘宝消费后 却被通知包裹无法抵达 因为通通掉进海里 民众错愕又傻眼 这一笔一万六千多元的订单 突然间石沉大海 这期间他先是收到 官方物流的简讯通知 表示因为海上不佳 导致货物丢损 预计一只三贴会完成赔付 而受害苦主还不止他 我那时候是买一个小沙发 后来就突然收到一个简讯说 因为海上不佳 所以导致货物丢损 然后一开始以为是诈骗 货物丢进海里 民众收到简讯 还以为是诈骗 对此淘宝也发出声明 表示会发生货柜落海意外 是受到台风未为环流影响 对于受到影响的顾客 只要给予订单编号 就会协助处理 全额退款并退回运费 但不少民众好奇 货船运送过程中 货柜落海可能还有哪些原因 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管制好这个硬力 船可能会进水 或者是说货物掉落 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因为你整个的货重已经不平衡 严重的话船会倾斜 专家指出货船确实会受到海况影响 平时出海除了要考虑船舶本身的稳定度 还要考量到货物配置的比例 最简易的配置公式就是将60%的货物集中于船身中央 剩余40%货物平均配置船身两端 不过这一回淘宝在双11前夕发生货柜落海意外 恐怕也让消费者对商家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这里面就让我从台北到达